我們現在進行到那個民宿記 攝影古今 這個禮拜回去讀十二章到十六章 這個民宿記 他的就位是這個位置 摩西五境的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 然後民宿記裡面 他講他們要開始從西南出去了 所以他們就先成軍 然後講他們的行程跟他們戰爭 他分成四段落 第一段 第一章一節到第十章十節 還在西南山 他們已經停了很久了 申請已經五十七章 就停在這個地方 那從第十章十節要離開了 要離開西南山 那離開以後到加里斯巴尼亞 就在這裡停下來 這是第二段 然後他們就進去 快看著進去 回來以後他們說 他們就不想進去 上帝說 好 你不想進去 就讓你們在那邊照 所以說加里斯巴尼亞 照照照照照 照了三十八年 還是回到加里斯巴尼亞 到了三十八年 那第十章 從加里斯巴尼亞到楚瓦 要開始走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行到這個地方了 這邊是埃子 那他們要去加南地 是不是從這邊一過去就要 但是上帝讓他們往下走 走到西南山 一直走到西南山 就在那邊停下來 上帝要訓練他們 所以他一停就停了十一個月 然後聖經記載了五十七章 那他們民宿地到這邊 就是在第一段還停在這裡 第一章第一節到第十章 還停在這裡 然後呢 就第二段 到加里斯巴尼亞 第三段就在這邊繞 那現在要從這邊過去 他們不想從這邊進去 所以上帝要讓他們從這邊過去 但是他們是走這邊 好 好 那 這是在西南山的時候 誒 你怎麼這個檔案啊 不是這個檔案 12到16章嗎 蛤 12到16章 那裡面只有這個嗎 22到16章 22章 那應該22章 還對 拜託那個才對 好 不好意思 好 現在在這裡 22章 那22章 開始要離開了 要離開加里斯巴尼亞 要離開的時候呢 他第一個 摩西的哥哥就先死掉了 在這裡 死掉以後 他們就在那邊哭了三十天 以後就開始觸發了 那他就是 他哥哥就在那邊死掉了 好 他們要觸發的時候呢 他往前走 結果碰到以東 以東不上路 你看這個技術就知道了 他們在這個家里斯巴尼亞 反正往前走 走到那邊 前面一個以東盪在那邊 那以東的中間這裡 就叫王道 很早前就有個王道 那他們只要從這邊進來 從這個王道一上去就到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那個王道 但是以東不讓他過去 他們去跟以東講 他們如果有經過王道 這樣子就過去了 那他們就去跟以東網講 以東說不行 你如果要過去的話 我要出兵攻擊 好 所以他們只好怎麼樣呢 他們出來 到這邊以後呢 剛好這邊有一條路 這條洪海之路 在旁邊 他們就從洪海之路下去 然後再上去 從右邊上去 然後進去 這個 那個 約旦族的洞 然後這邊有一個 欸 不好意思 這邊有個 這個地方有個西洪 這邊 這邊 他先進去呢 先把這兩個 打敗以後 後來這邊有個模樣 人家裡會講到這個地方 好 他就把那個西洪跟二打敗 就是這個地方 好 接下去呢 22章到24章 講什麼呢 講這個巴蘭 巴蘭跟巴蘭的事情 他這裡面呢 有講到巴蘭 三次碰到神 還有魚子 碰到三次的天使 然後巴蘭 講了三次的祝福 這是他的大綱 好 這個巴勒呢 就是剛剛那個摩亞王 看到 這個以色列一大群來了 那他就去這個巴勒呢 這個巴勒呢 摩亞王巴勒 就去找這個巴蘭來 這個巴蘭是一個術士 他要請他來 把那個以色列的作主 他就叫巴蘭來 那巴蘭那個使者來 又巴蘭就叫他們住下來 他就跟他說 我問了上帝 看上帝怎麼講 結果晚上呢 上帝的時候你不可以去 然後呢 他就叫他們使者回去了 那回去以後呢 就是這個 跟他講 沒有回去 因為耶穌王說 不可以跟你回去 那這使者回去以後呢 這個巴勒還不可以 就叫他拿更多的禮物 巴勒又差一點屁 他說 要什麼就給你什麼啦 但是巴蘭怎麼講著呢 巴蘭回答說 你就是給我滿屋子的經驗 我有回去 我大小事情都要問耶穌王 講得很好聽對不對 好 但是呢 巴蘭又叫人家去 又拿更多的禮物去 但是巴蘭跟他說 那你們住下來 我問耶穌王 看他還要跟我什麼 還要跟我說什麼 其實他早知道 因為我不讓他去嘛 對不對 他為什麼說 還要問耶穌王 還要跟我說什麼 就是他心裡一直想去 好 那神說 你可以去 神知道他想去嗎 好 那你去 但是你只要遵守 我對你說的話 我叫你說什麼 你就說什麼 好 那巴蘭就跟著去了 那跟著去了以後呢 這就是送更多禮物來 送更多禮物來 那巴蘭說 我不會 你給我更多我也不會去 我要聽神的話 那神說 好啦 你就去 那你一定要照我 跟你講話去 好 那他就出去了 結果在路上 神的使者 拿著刀 在路上擋住了 擋他 擋了三次 那個魚子看到神的使者 但是巴蘭沒有看到 所以第一次 他神要迎賓 第二次 就擠到那個牆 擠到他受傷了 第三次 魚子就趴下來 這個 巴蘭就被擠傷了 擠傷了 就打 就打魚子 魚子就跟 那樣耶穆法 就叫魚子開口 你知道聖經裡面 這臉是 一次是創世紀那個蛇 蛇開口 這是第二次 耶穆法就叫魚子開口 也叫巴蘭已經看見了 看見原來神的使者 拿刀擋在那裡 這是善事 這個地方 神使者擋在那邊 他就閃過去了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就是 把他跌到牆邊去的 然後呢 又變成那個 巴蘭就打魚子 打魚子 然後呢 魚子就乾脆握下來 就不動 然後耶穆法的叫魚子開口 然後耶穆法也讓巴蘭看見 原來神的使者擋在前面 這就是整個圖中 那這個呢 是有一個 那個 魚子跟那個 巴蘭的 有那個雕像 好 那神的是 神的是要告訴巴蘭說 你只能照耶穆法告訴你的話講 好 好 到了以後呢 巴蘭就出來迎接了 那巴蘭就說 神給我說什麼話 我就跟你說什麼話 好 然後呢 這個女啊 就是他們那個 結果 他們就 那個 巴蘭迎接 迎接他 然後他就說 我只能說神告訴我的話 好 接下來呢 二十三章到二十四章 就是講 什麼 神告訴巴蘭 你要講什麼 你就要 神講這樣的話 結果二十三章到二十四章 就是什麼 神告訴巴蘭 巴蘭傳出去的五個 五次啦 五次傳出去的叫做傳遇 是 你必有七個遇言詩 這個我記得 我以前看過你的書的時候 好像這 這個遇言詩呢 是九月餘的第一次 所以很重要 這個第一次 是巴蘭 藉著巴蘭傳出去的 本來巴那是叫巴蘭來咒詛 結果被祝辱 他也變了七個遇言詩 所以這個是一種遇言詩是一種真言 好 第一首是十四首的 十四坦的 是七句 這個呢 是講叫神論 以色列的應詩 他說 神沒有做主的 我怎麼做主嗎 耶和華沒有路啊 我怎麼路啊 巴勒是叫巴蘭來做主以色列 然後他就弄了塔 七個塔 那神就讓他傳話 結果一傳出去 是這種話 是對以色列的應詩 所以能數點雅克的程度呢 所以能計算他的事物之間 都是在對以色列的祝辱 所以巴勒就很生氣 他就換一個地方 我們再重新 再咒詛一次 這是第二次 第二次是二十二堂詩 結果呢 神叫巴蘭講出來的話呢 是強調神對以色列的救贖 結果呢 結果呢 他就講啦 神非人必不自說 也非人之必有厚 然後呢 不管沒有法事物科 也有害雅各 也沒有藏族科 可以害以色列 這是對以色列的救贖 本來八二神叫他做主 結果一講出來又是祝福的話 那他就不高興 再帶他到更高的山 你再做主一次 結果這是二十四兩師 結果這個講出來的話 既然是神曾將祝福以色列 物質的豐富建立強國 這裡面講的六種 對十二支派的那個十二支派人的描述 說他們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那個河邊會有些免一支 反正都是祝福 六個 這是蕭伯純 這個 這都是祝福 所以本來是要講祝福的 這是第四首 就那個四十四十六一支 這個是預言彌賽才會講的 所以這很重要 這對以色列很重要 在這邊他說 有心要處於雅各 這個有仗要心以色列 所以這邊 其實在這麼早以前 民書記的時候 已經有對以色列的那個預言了 好 這就是四個 那有七個預言對不對 其他三個 是當時說那個列國的一個命運 他會講那個人 經驗人會怎麼樣 經驗人會怎麼樣 結果這個七個 就是當時說一種預言的詩 好 那這個詩看起來好像對以色列人非常的祝福 這個以色列會非常的強大 怎麼樣對不對 但是二十五章進去以色列人 結果居然跟那個辟兒敗那個辟兒的巴黎 這個等下會講會的原因 他們二十二到二十四章 那個巴黎祝福了這樣子 但是一進入二十五章馬上又犯罪了 因為以色列人已經拜這個辟兒 這個叫做十挺事件 這是這樣子 以色列人住在這個十挺的時候 他們居然已經拜這個巴黎祝兒 所以上面就非常不高興 他就怎麼樣呢 十挺在這個旁邊 這個很厲害 他們還沒食材的人對不對 他們還沒進去 他這個剛好還在一個對面 這叫十挺事件 所以以色列人就昏述 來 你把那些組長 這些有跟那個巴黎祝爾連的人 你如果把他殺掉 拖給他 那個拖給他丟起來 那大家在那邊哭 很傷心的時候 居然還有一個人吸內的心力 還帶著那個米店裡的進去葬 所以那個菲尼哈 就是他就很不高興 他看到了他就拿一支槍 就進去裡面把他們刺死了 把這個米店裡跟那個西面刺死 好 這樣雲吏才停掉 所以一共死人兩萬四千 那這個菲尼哈就跟他立爺 他會做祭司 有名當祭司 但是因為那個米店人來勾引他們 所以上帝也交代 你要擾害米店 要擊殺他 什麼叫擾害呢 要把對方當敵人 這個時候交代他們這樣子 好 接下來就二十六三個 因為他要在繼續往前走 所以要算人數 第二次要算人數 那要算人數以外 這個馬上要進去佳南地了 但是進去佳南地以後 他們有什麼樣呢 他們要分地 分地的時候 他們會看人數多 就分多一點 但是地點怎麼分呢 就是要抽籤的 這是將來的進去 進去佳南地的原則 好 那他們後來 這個第二次算 已經幾十年前了 三十八年前算人 跟三十八年火算人 結果人數差不多 都是六十萬多一點 六十萬多一點 只有什麼要差 只有這個 C-mail人 C-mail人結少了三萬多 所以他會去想 這為什麼C-mail人會這麼多呢 就跟上一次那個新地 那個C-mail人 帶一個女人進去 所以這個有影響 第二個 他們認為 之前那個可拉大三 那一件事情 應該C-mail人 很多是刮衣物餅 所以有人掉下去地下 所以為什麼這個 只有這個差最多 好 那到這邊是二十八年前結束了 但是我們這個 這個巴蘭要稍微交代一下 結果他們到後面的身間 三十一章的時候發現 他們不是十庭之劍嗎 結果他們發現這個十庭之劍 其實是這個巴蘭弄的 這個婦人 這沒有寫 這些婦人因為巴蘭的寂寞 所以在那個婦人的時候 得的也有 所以這東西很清楚 這個巴蘭因為 後來沒有拿到錢嘛對不對 巴蘭交下去 他說在做主那個以色列人 所以他沒有得到錢 他很不甘心 所以在十年的時候 就用設計 那以色列人就跟那個 跟那個婦人 在這個事件上得罪 對嗎 那剛剛我講過 耶穫就說 你要對那個米墊 要攻擊他們對不對 給他們回敵 結果他們就真的去殺米墊 結果把米墊的五個王 這些都把他殺掉 結果聖經裡面記什麼呢 又用到殺了彼兒的巴蘭 所以這個巴蘭 他在二十五章的時候 引誘那些以色列人 跟那些外邦名字犯罪的 那他因為沒拿到錢 但是後來 他們去攻打那個 米墊人的時候 他就被殺掉了 這裡有交代 這個巴蘭被殺掉了 好 那不但這樣子 後來的聖經 在這邊 聖明記啊 耶穌雅啊 包括新約 這麼多裡面 還是有提到這個巴蘭 他們有提到他是術士 他是做主的話 變祝福的話 他是貪愛不義的分架 他位置怎麼樣 到那個啟示錄都還要講 然後他是叫以色人拜偶像 這些都是對巴蘭的評語 然後呢 我們看聖經那一堂 耶穌人 他們所殺的是這個術士 這位術士呢 這個巴蘭被殺掉了 然後呢 他們做主的話變祝福的話 然後呢 他講他是為了不義的供將 那時候還稱他為先知 就當時講先知 然後他為義為利 為利走這個巴蘭路 這個啟示錄也是一樣 叫不要去走那個巴蘭的教訓 所以這個巴蘭當時候引流 他去 他本來是巴二請他去 去講咒詛的話 結果他被人去講祝福的話 所以他可能就沒有拿到錢 所以他不甘心就做人的事情 那後來在那個裡面的人就被殺掉了 而後面到那個新約還是有提到 正在那裡提醒這些事情 這回憶就是讀到這邊 好 那個 我們還有禁句